不多时 明夜大功告成 趾高气扬地出了毒访 累吗 相公 背我 好 相公 我要去惠兰府 明夜爬到他的背上 笑得璀璨夺目 常侍郎垂头丧气地回到府邸 于恒 那赌生三日后就要来收租子 你就当真要把那一千五百亩地拱手送给他 傻兄 你说我爹要是知道我把地给输光了 他是活活把自己给气死 还是把我活活打死 你说你也真是的 输了五百亩地就该及时止损 还上仗着要赌第二场 现在好了 你把上书府的地全部都输了 你可知道 那地是你爹的命根子 为了这点地 他不惜和皇上对抗 被关进大牢 赎金吉凶未卜 不如你把地献给敏康皇后 这样赌生就无法找你有祖子 你也能救你爹出围域 一句两得 何乐而不为 我可是听说敏康皇后对你家的地志在必得 甚至不惜开出优贺的条件租你们家的地 你把地给敏康皇后 总比把地给你的外甥划算 你想啊 你把地给皇上 你能捞到什么好处 你件事不得了 我家的地图 你与你今天 你够的地图 我家的地图 我家人竟然有了